为何不执教孙以沙 肖战七个字霸气回应 恭喜王曼玉小魔王没福气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 我是亮仔 如果你喜欢亮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说一下目前孙以沙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呢 这个视频赛已经正式结束 那么国评大队伍呢 在接下来也会继续参加 这个新加坡的世界杯 对我们来说 能不能够在本次比赛当中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呢 其实也都相当关键 我们也回顾本次视频赛也可以发现 其实对于孙以沙来说 确实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 因为我们也知道本身呢 其实孙以沙的实力并不弱 但恰恰也是因为他在训练的中途 出现了一些意外呢 才导致他整体的一个状态不在预期 因此在最后的决赛当中 才会非常遗憾 输给了王曼玉 所以其实对于孙以沙来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果 确实是比较遗憾的 而我们也知道 其实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恰恰是因为在当时 我们闭幕集训当中呢 其实他的主管教练黄海诚呢 也因为家庭那些原因 不得不提前离职 那也是离开的 也回去陪伴他的家人和女儿 所以这样的情况 其实呢突然离去 对于孙以沙的整体的一些训练啊 包括体系啊都是彻底打破 因此呢 也是一度导致孙以沙的训练给中断掉了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当中 确实也看得出来 一个好的主管教练 对孙以沙来说 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此呢 其实很多球迷也都非常的期待说 那么在之后的世界杯 甚至之后的一些比赛当中 其实国平这边呢 能不能够说 让孙战这个主管教练 兼顾一下孙以沙这边的一个备战和安排 让他能够呢 真正改变得更加厉害 也能够把他的一些短板呢 给弥补过来 我们知道其实孙战在此前的话 曾经是带着南平的一个啊 这个整个运动员呢 是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也带着张继科呢 取得了非常亮眼的一个大满观 那么在此之后 他又成为王曼玉这边的主管教练 并且呢 也是师徒之间合作的非常的默契 在这两年的成绩不断提升 而王曼玉呢 也是逐渐成为我们国平 另一个主力担当 所以呢 其实如果说由肖战去执教孙以沙呢 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而他呢 也相信他肯定是能够带好孙以沙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其实肖战呢 似乎并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去兼顾执教孙以沙 那么就在最近这一次视频赛结束之后呢 那么有媒体其实也采访问了肖战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可能呢 大家也都想知道他要不要去执教孙以沙 那么结果没有想到 那么肖战这一次也是用七个字呢 来霸气回应了媒体的采访 下一目标世界杯 所以其实这一次啊 肖战这番话呢 实际上也就是也在向这个外界表明说呢 其他的东西我暂时不考虑 我现在最考虑的东西 就是把下一个目标 世界杯的一个比赛给打好 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要在这一次世界世界杯当中呢 继续把王曼玉的一个工作给做好 争取帮他实现在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呢 再一次拿到一个冠军 再一次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这才是肖战他最近的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么其他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之后啊 要不要去执教孙以沙呢 其实目前来看都不在这个肖战教练的一个 他的一个思考范围内 或者说在他的规划里面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那么可能肖战呢 确实还是打算把更多的一些精力 跟时间放在他的爱徒王曼玉身上 那么在这里呢 也确实要恭喜一下 王曼玉确实也是非常的有福气 而孙以沙界是确实呢 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那么之后的话 也只能够看刘姑娘这边要怎么样去安排 但是我们最终呢 其实还是希望说一定要派一个呢 靠谱 而且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教练员呢 去主管孙以沙的一个训练 这样一来才能够让小魔王呢 在之后能够继续成长 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对于他后来的一个发展 后续的一个发展呢 都会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也希望我们国平教练组一定要重视 好了 本期的量子来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